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在三五线的小城市也可以喝到喜茶了 最近喜茶官方透露将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加盟业务 这个一直牢牢扎根在一线城市的网红新茶饮品牌 终于也迈开了市场下沉的重要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喜茶创始人聂云辰曾在2016年公开表示 喜茶不会开放加盟 为何几年的时间过去喜茶会一改直营的传统 把加盟又摆上台面呢 嗨 大家好 这里是螺旋实验室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即将开放全国加盟的喜茶 11月上旬有报道称 喜茶正在招聘与加盟业务相关的岗位 或将开放加盟 有媒体从喜茶方面得到证实 喜茶已推出事业合作业务 将在非一线城市以合适的电型展开该业务 让更多用户更快喝到喜茶 那喜茶方面同时还表示 喜茶会对事业合伙人进行严格筛选和充分赋能 并将在品牌产品品控食安营运 培训 雇应链等方面为事业合伙人提供支持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喜茶曾经是新茶饮品牌中坚持直营模式的代表 喜茶创始人聂云陈曾在2016年对外表示 喜茶不开放加盟 品牌文化这种东西呢 单定加盟的形式是创造不来的 如果过了很多年后发现 是因为没开放加盟导致做不大 我都不后悔 如今看来喜茶开放加盟 可能是真的因为创始人开始后悔了 近年以来新茶饮市场厮杀惨烈 也迫使很多品牌都开始积极求变 而从直营走向加盟呢 则是一条已经被验证过的成功入境 代表品牌就是今年冲刺上市的密血槟城 根据密血槟城的招股书显时期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超过2万家门店 2021年营收达到了103亿元 其中加盟商贡献了超过95%以上的收入 其中食材占了69.89% 包装材料占了17.19% 设备占了6.72% 如此傲人的业绩 也必然让其他型茶饮品牌看得眼馋 尤其是在今年消费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就越发需要拓宽现金流来源 从喜茶开放加盟的条件来看 普通人想要成为喜茶的事业合伙人 可能并不太容易 根据喜茶公布的事业合伙细则来看 想要成为喜茶的加盟商呢 费用除了首次需要一次性缴纳41.3万元外 此外每年还需缴纳2万元系统运营使用费 以及每三年5万元的单店合作服务费 如果再算上房租 人工 装修等隐形成本 加盟商前期至少需准备50万元以上的投入资金 此外门店在正式营业后 如果月总时收金额满6万 喜茶还将从中抽取1%的分成 从领埋角度来说呢 开放加盟可以快速拓电 增加总体营收 不过也意味着会牺牲一定的服务质量和产品品质 比如之前蜜雪冰城的不少加盟店中 就曾爆出过卫生不合格等问题 一直以高端茶饮品牌食人的喜茶 在开放加盟之后 能否继续保持原有的品牌形象 还需要时间解念 好了 这是螺旋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